联合国秘书长突然发难 一顶大帽子扣在我们中国的头上 大家好 这几天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中非合作峰会 非洲多国领导人都前来参会 按照惯例 中国在前段时间也邀请了联合国秘书长一同参会 然而峰会的间隙 古特雷斯却突然一顶大帽子扣在我们中国头上 综合央视和外媒的消息来看 我国最高领导人在中非峰会上承诺 将向非洲地区提供10亿人民币的粮食援助 和10亿人民币的军事援助 此外还将在未来三年里提供3600亿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 包括2100亿人民币的信贷资金 800亿人民币的个例援助 和促进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700亿人民币 直观的说 不论是贷款额度 还是援助项目资金 这些东西中国一直都在做 以往的峰会也都有过 所以外界对此并不奇怪 但是这一次的不同点却在于 中国以往是按美元进行计算的 但这一次却一律改成人民币计价 这样的变化毫无疑问 指向了中国对全球结算体系 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雄心 至于为什么对外援助这么多 怎么不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 这种逻辑论调都存属是带节奏的 不过这一类对外援件和援助款项 那都是有目的性和有代价的 不是免费给的 土地资源 你总有一种是要付出的 中国不会学西方那种直接去抢 但也不会真的什么都不做 只不过说出来不好听 而我们通常不会提这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 也就是在这个信贷资金的问题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我们中国反难了 古特雷斯声称啊 非洲现在的债务状况非常糟糕 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古特雷斯声称 非洲地区的动荡原因之一 是无法获得债务减免 而非洲本身的资源 已经无法满足人口的需求 需要更多的外部力量 来提供所需的金融流通 需要中长期的解决方案 这个古特雷斯的话就挺微妙的 非洲资源本身那是丰富的 却无法满足自己的人口需求 这个问题他不应该跟中国来说 而是应该问问那些欧洲国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他们到底在非洲干了多少缺德事 我们中国愿意和非洲合作发展下去 古特雷斯却在大谈贷款问题 迎合着西方中国债务陷阱的论调 想要破坏中非关系 把非洲的历史问题 扣在我们中国头上 还要让中国减免债务并割肉 替西方摆平非洲的历史问题 他到底算哪家的联合国秘书长呢 只能说我们中国给联合国的会费 交的还是太勤了 也许该学学美国 拖他个几年再说吧 好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